1.11版本特戰銀豪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森 這一集要來聊聊 1.11版本特戰銀豪 我個人最期待的一個設定就是 左手持槍 那左手持槍這個東西 其實在 CSGO 裡面一直都有 它可以使用 config 的方式去做設定 簡單來講就是你打一打 你發現這個時候你需要用到左手持槍 你可以按一個快捷鍵讓它綁定 馬上就會變成左手了 很可惜的是特戰銀豪目前沒有辦法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那它必須要在設定一般裡面其他的第一個選項 用滑鼠點擊的方式 它才有辦法去調整它的左手跟右手 這點是我認為目前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左手持槍跟右手持槍 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先來跟大家講解論 其實左手持槍跟右手持槍 並沒有明顯的優劣勢 唯一的重點是必須依照你的地圖 去決定你是左手持槍打還是右手持槍打 他們的優勢之處都是建立在視野差上 那視野差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講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捷徑之地 A點你已經把包放好了 譬如說是放一個這個位置的包 然後這時候你要去做防守 敵人這個時候進攻方要回防 然後你蹲在這個位置 這個時候你要看的是大概是三個槍線 第一個槍線這邊 第二個槍線這邊 第三個槍線是這一邊 你會發現到說你在做這個長歸位的加槍的時候 如果你是右手持槍 敵人會被你的槍完美的給擋住 我在這個角度其實右手持槍很容易會這樣死掉 所以這其實挺麻煩的 所以在加這種角度的時候你會需要用到左手持槍 去確保說敵人如果從右側來 你左邊的視野是OK的而且是完整的 當然如果你是要打左邊來的敵人的話 這個時候你是左手持槍 其實畫面多少都會有點擋到 這個時候你就會需要用到的是右手持槍 上次有確保說這樣甩過去的時候 那個畫面視野差 不會來的差異性這麼大 那當然你沒有辦法一直固定的是用右手持槍 還是左手持槍 你只能夠依據不同的情況下去做瞬間的判斷 因為他不將CSGO可以一個快捷鍵 直接馬上換取你的這個左右手的持槍方式 所以這是目前我的特戰還有比較可惜的地方 不過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你又是守沙發位 那麼我非常建議這個時候 趕快按一下左手持槍去做一個防守 這樣子看其實效果會好非常非常的多 確實有些玩家們在用左手持槍的時候 打起來的感覺上會有明顯的不適應 而且也有很詭異的地方 這都是玩家們得去額外去適應的地方了 所以回歸到了結論 如果說你今天的打點 是要直接出去往右手邊打 那麼非常推薦你是用左手持槍 那如果你是要往左手邊打的話 那麼你就是用右手持槍 這樣子視野差的效果才會是最好的 當然講這麼多 玩家們得依據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戰況跟不同的地圖 來去選擇 我認為這個左右手的切換方式 在未來應該會有辦法綁定成快捷鍵 讓玩家們去即刻的做調整 這樣子的話應該會比較完善一點 好的 以上就是這一集 要來跟大家聊聊的 左右手持槍的差異跟優劣式 你對於左右手持槍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討論交流交流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我是阿森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